仔细看 这个西装男士竹吃奶的镜 把杯子推了下去 众人一片环虎 这有啥好嘚瑟的 吃个人不就行吗 问题就出在这儿 他们不是人 吃个个年代死在这栋豪宅的阿飘 而今天 豪宅的最后一个主人也去世了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这老太太无儿无女 说大的庄园 谁来继承呢 没错 就是这俩憨憨情侣 两人正忙着租房子 小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你有个180甘子打不着的鸡臭奶奶 有个价值三个亿的小房子 需要继承一项 小美惊呆了 海兔啥房子啊 拉着小飞就去看看 这三个小木表长啥样 到了地方 两人被这座古堡惊呆了 激动的规划着 如何让这里泛然爱心 开心的拨拨起来 浑然不知此时 正有一群阿飘对着他们评头论足 众所周知 活然是看不见阿飘的 他们一起参观豪宅 经过几分钟的相处 阿飘们觉得这俩人挺憨 看起来还能处 话音刚落 夫妻俩一琢磨 这么大的房子 一年光物业费 就得几十个打不灵 不如改造成酒店 还能多一份收入 阿飘们瞬间哑卖呆住了 如果改成酒店 来往的客人们 肯定会影响到阿飘的休息 居住环境将会大打折扣 这可不行 杀了他们吧 还有点不道德 于是决定闹鬼下走他们 这他们开始隔险神通 原始人能操控灯 烧焦女穿过人身体时 会发出羊肉串的味道 焦女还能发出动听的歌声 而西装男可以触碰到 很小的物体 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 诗人先诗的小美洗完澡 计划开始 原始人失败 脚女还上场 结果小飞放起了一幕 烧焦女登场 走到西装男了 结果 计划失败 装阿飘散去 此时的小美看出身子 正在心上窗外的美景 西装男如果发现了她 觉得这是个 千载男逢的好机会 于是 坠楼的小美金男的真开眼 没想到她居然隐约地 看到了窗户边的西装男 这栋价值三亿的豪宅里 住了一群阿飘 寄生人小美以为自己走了狗屎运 没想到阿飘们居然要杀了她 小美被推下楼后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刚回到家 突然发现自己能看见阿飘了 她惊恐地告诉男友 但小黑觉得她只是脑子摔瓦头了 小美也逼迫自己这只是幻觉 但阿飘们知道真相 这下方便了 他们决定直接跟小美谈判 让她滚出这里不再打扰 首先上场的是将军和小胖 结果小美软硬不吃 坚信一切都是幻觉 原始人也来助一臂之力 烧焦女准备放大招了 然后 没想到小美依然不为所动 阿飘们展开车楼战 人越不停地轮番轰炸 不是念经 就是惊现 无处不在 无拱不入 甚至被窝里都藏着一个 终于小美跟黑了 跑去地下室找男友 可看到这一幕差点背过气去 没想到下面比上边还热闹 小黑决定带小美去医院检查一下 在阿飘们的欢送下离开豪宅 到了医院 小美和医生诉说自己的病情 医生说是因为她脑袋受伤 所以开了天眼 能看见阿飘了 小美有点懵逼 懵逼的小美又懵逼了 她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开了阴阳眼 而那些阿飘也是真实存在的 她决定卖掉房子离开这个鬼地方 男友却说这是历史古迹 法律不允许买卖 无奈 她只好接受现实 下车对着阿飘们就是一顿大骂 这个女人被西中男推下楼 没想到竟然开了天眼能看见阿飘 但这群阿飘严重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于是她决定来一场好好的谈判 前把他们痛骂了一顿来个下马围 又和他们谈好条件 而现在轮到小黑懵逼了 就这样 两个活人和一群阿飘鬼混在一起 黑原始人下棋 叫诗人写线代诗 李将军放战灯片 一片其乐融融 甚至还有点温馨 小黑看着自己打字的键盘 吓得半死 随后又在一群阿飘的帮助下 修好了热水器 现在的他不得不相信真有阿飘存在 还向他们道歉 但由于小黑看不到阿飘 左右也在时时刻刻提防着他们 哪怕是洗澡的时候也不例外 偷偷摸摸的 可惜还是防不胜防 但烧焦里这表情我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仿佛有点失望 幸福的生活往往伴随着矛盾 这不出事了 贴心的小黑为了讨好贵妇 把他丈夫的画像挂到了他的卧室 但这引起贵妇强烈的不满 他就是因为发现了丈夫和管家园丁一起跌罗汉 半夜被丈夫推下楼谋杀了 这是为什么他成为阿飘以来 每天伴着凌晨三点的钟声跳楼的原因 钟阿飘听了很愧疚 之前不应该指责贵妇打扰了他们休息 于是 为了弥补他 贴心的西装男马表给条了 这样贵妇就变成了早晨八点跳楼 顺便还能当个闹钟 贵妇这边刚处理好 没想到小胖又出事了 注意看 这个胖子正在教孩子们射箭 刚开始说注意事项 这时 小胖慌了 哆嗦的掏出钥匙 想让孩子们开车送他去医院 但惹事的孩子已经开始甩锅 无奈 他只能颤颤巍巍的自己上了车 然后 变成阿飘的小胖愁容满面 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 他告诉小美他的家人 每年忌日都会来这里祭奠 他太想妻子了 希望小美能帮忙给妻子带句话 告诉他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不要担心 但小美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阴阳眼的事 委婉地拒绝了 想放弃地直接穿墙离开 小美明白 住在这里的阿飘都是身险死不瞑目的 因为执念所以被困在这栋庄园里不得进出 并且只能保持死时地穿着 他们都时间最长的原始人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四百万年 最短的是西装男 生前是一名高官 看他穿着皇帝的裤子 困难猜出是因为X丑闻而死 地下室的这群阿飘是因为多年前死于一场文艺 说起来都是一群可怜鬼 轻软的小美正准备找小胖告诉他自己愿意帮忙 这时小胖却回来了 他亏觉得说给妻子带话确实有点难为小美 倒不如这样 一番话彻底把小美惹毛 脸口怠骂地把小胖赶走 郁闷的小胖来到窗前 此时他的家人们已经到了 儿子找了对象 而妻子也被生前的好兄弟照顾得很好 善良的小美决定还是帮小胖做点什么 走向他的家人聊了一会儿 一起祭奠小胖 回来和小胖说 他们过得很幸福 你当爷爷了 小胖兴奋地跑过去 开心地像个孩子 胖子的是算是告一段落 夫妻俩又开始发愁 阿飘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阿飘不需要钱来填饱肚子 而熊狂潦倒的夫妻俩为了维持生计 准备做一个大胆的决定 仔细看 这个没穿裤子的西装男想都看见什么 直接把头扎进车里 卫生间也不放过 还好他是阿飘 要不然肯定会被打 屋子里还有一群阿飘 虽小美给他们讲笑话 小美现在可没这个心情 一封封信用卡 逾期通知压着他喘不开气 为了赚钱 他找来一名当电影制片人的朋友 希望他能把剧组再来拍戏 提高豪宅知名度的同时 还能赚一笔场地费 经过小美和阿飘的一顿忽悠 制片人答应做一个月用来拍摄历史剧 但小黑似乎不太愿意 因为这栋古宅年久失修 莫得地板有点老化 真弄太差 容易出安全事故 但没办法 对方给的钱实在太多了 乐得小黑吃着一口大把牙和布隆祖 剧组很快入住 阿飘们高兴快乐 无聊的日子总算有点乐趣 将军布拉伯导演影 召交旅对摄像机产生了兴趣 原始人迷上了五黄灯 小黑一直在心惊胆战地点人头 生怕把地板给压塌了 而小美却开始饭花痴 因为剧组的男主角 竟是她喜欢了十年的男神 可没想到 她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海王 外号无罗 得知小美对自己的爱慕 开始故作深沉 十分做作 甚至找小美帮忙对台词时 伸出咸猪手 小黑醋一大发 手里的盒饭瞬间不香了 赶紧展现自己的荷尔蒙 拍摄继续 到了男主角最爱的抗性环节 她兴奋地热身 准备大干一场 脱完衣服 这时 达到了楼下的小黑 而这姿势 让小美大饱也服 更让男主角尴尬到提智 就这样 整个剧组深细地离开 租成地的是化为泡椅 还没五热谱的九万英镑 也不翼而飞 不过幸运的是 下一个商机接踵而至 你见过这样乌狗的吗 怎么摸也摸不到 因为他们是阿飘 只有小美和狗才能看到她 而狗主人正是小美的邻居 一位超级土豪 旁边的村子都是她的私人土地 也就是传说中的包租公 小美心生一气 邀请她来家里吃晚餐 这样就可以挤入上流社会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今晚会发生什么 包租公痛快地答应了 这穷困潦倒的 他们已经揭不开锅 那什么来招待客人 只能寻求大自然的馈赠 说到一只眼睛 但是麻烦又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 包租公和包租婆驾到 并带来一瓶昂贵的罗曼尼康地 阿飘们要看这酒长啥样 然后 餐桌上 小美正心智勃勃地 讲述自己和前男友的故事 然后 她只好吃完再说话 众人一脸懵逼 没以为到现在就过尴尬的了 没想到更尴尬的才刚刚开始 阿飘们围着餐厅跳起了舞 一边跳一边唱歌 原始人直接穿到餐桌中间 开始控制灯泡闪烁 此时的小美尴尬地 能用脚扣出一套大平层 小美赶紧让小黑带客人 去参观别的房间 打满阿飘们一通 随后拿出亮剑的光盘 引用着阿飘们离开餐厅 回到餐桌 包租公掏出扑克牌要炸情花 一心想赶紧结束饭局的小美拒绝了 但小黑却兴致婆婆 小美起身去拿酒 小美新生一气 既然要赌 何不来把大的 叫来烧焦女兔兔看牌 没想到 这些是一种人的 但它是很低端的 端大的夜晚终于要结束 今天他们不仅没赚到钱 反而盗赔了四万 送走了个人 两人盘算着 为了维持生计 只能拿出下下字 这对夫妻住着豪宅 喝着红酒 表面上看起来光鲜艳灵 实际早已穷不潦倒 为了填饱肚子 甚至偷偷买已经发霉的打折菜 就当他们走投无路时 没想到财神爷自己上门了 胖姐是五星级酒店的经理人 看上了小美的豪宅 由于法律不允许买卖 于是想租下来开发成度假庄园 而且是十年租金一次性父亲 这两口子表面上不大情愿 实际行李早就想跪下喊爸爸 可没想到这一切被黑妹偷听到 赶紧上楼告诉大家这个可怕的消息 中阿飘吃了一惊 小美是几百上千年来 唯一能看见他们的人 夺日的相处已经离不开他 于是阿飘们赶紧找到小美抗议 而胖姐这边已经准备出嫁 为父悄悄跟小美说 然而看到价格 所有人和阿飘都惊呆了 好家伙 这笔肩购两口子花十辈子 小美赶忙答应 胖姐回去准备让潘瑟云上门检查一下房子 没大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合同了 阿飘们气愤地离开 而小美和小黑商量着赶紧去找房子吧 尽快给胖姐等替方 要不她反悔了可咋者 可万万没想到 买房子还能这么离苦 满怀期待的小美还没进屋 就看见一个老头子站在窗边冲她打招呼 尴尬的她跟中介说 这房子太矮 够不着星星 我不喜欢 真的中介一脸懵逼 只好带她来到一个顶层公寓 小美心想 这下总看不到阿飘了吧 假一秒 你必须在闹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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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又跟中介说 我只记得我喜欢帽子 一脸懵逼的中介又懵逼了 而此时豪宅内 阿飘们为了不让小美搬走 正经罗密鼓地才会商讨 以致认为小美缺钱 帮她搞钱不就完事了 而此时的贵妇突然想起 自己埋藏已久的秘密 你见过阿飘帮活人赚钱的吗 这群阿飘就是这么想的 为了不让小美搬出去 她们想的脑子都快冒烟了 而此时贵妇突然想到 自己身前藏起来的一块宝石 阿飘们赶紧跑出来迎接 刚看完房的小美 然而你要带她去看个宝贝 贵妇说小美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日子不该过得这么苦 而这颗宝石 是当年国王亲手送给她的礼物 绝对价值连城 一翻身请后 小美的泪水不争气地 从嘴角流了下来 取出盒子又是一般感谢 然而下一秒 无奈的小美耐心地说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这家普通人 天天跟阿飘打传一片 阿飘们赶紧保证 世人说我再也不显示烦你的 人世人说我再也不吓你一跳 黑妹说我再也不偷看 你和小黑打不客了 烧焦女说我再也不偷看 你老公洗澡了 可惜 小美距离已决 不为作动 麻不停蹄地去看第三套房子 一转翻箱倒柜仔细查找后 确认这里没有阿飘存在 很应该高兴的她 却失落地和小黑拥抱在一起 也许 她心里也放不下那群阿飘吧 很快 勘测队上门 中阿飘一致决定 既然小美软得不吃 那就给她整应了 于是联合地下室的阿飘们 密谋了起来 你见过这么牛的阿飘吗 为了不让小美搬出去 指出浑身解数都失败了 没办法 只好上损招 趁着小美接待胖姐的功夫 将军消消跑去地下室 违逼利又生活在那里 死于瘟疫的阿飘们 邀请他们去上面住 那样就不会厌烦彼此了 将军一眼懵逼 从他们口中得知这里是瘟疫坑 将军记上心来 得意地笑了 随后她找到黑妹 让她告诉小美 豪宅之前的主人 在地下室买了一批古董 正好勘测人员在 让他们帮忙挖掘一下 取行的小美果然上当了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胖姐 而狡猾的胖姐此时发现 小美和小黑简直就是卧龙凤竹 面对这两个大聪明 之前开的家属是有点高了 想方设法地想砍一点 就在双方交涉时 勘测队长进来说 地下室有点特殊情况 要不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胖姐来到地下室 随着灯光看去 惊慌的胖姐爬起来 马虎顶蹄地向外逃去 胖姐在前面跑 小美在后面追 边追边说 你看这房子多好 还有仙人庇护 章拿着这么好的地方 而此时吓活胆的胖姐 啥也听不进去了 这要是传出去 谁还愿意来度假庄园 毫不犹豫地开车跑了 而此时小美察觉到了不对 意识到这是阿飘们的阴谋诡计 气得小黑冲着空气挥舞拳头 好前计划又泡汤了 买房子的定金也搭了进去 但这难不倒屡战旅败的小美 竟然房子里有一群阿飘 能为啥不好好利用他们呢 你 小美可真是太忙了 起床先给将军掐表 给身体有趣线的胡子哥翻书 给诗人放音乐 叫原始人看报纸 给西装男犯他最爱的战争片 给想胖看中国足球 叫烧焦女徐活摧 虽然跟阿飘生活在一起挺有趣的 但活人终究还是要吃饭的 没有钱可不行 于是他们找来摄影师 拍几张豪宅的照片 放到网上看看哪个冤种 能来鬼屋举办婚礼 摄影师正拍着呢 贵妇不乐意了 让他们不准踩在草坪上 而这一幕恰巧被摄影师拍下 发现了贵妇的身影 发到了网上 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很快 豪宅被记者们包围 甚至都上了西西TV 小妹坐不住了 上了装二电视台 岂不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追回来一个闹鬼的房子举办婚礼 赶紧下楼跟记者们澄清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阿飘 加一秒 此时再多的解释也无济于事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 记者的一句话提醒了她 对啊 不如借此机会打造成鬼屋 也是一种身材之道 她赶紧让男友下楼忽悠记者 而自己开始和阿飘们谈判 可没想到 阿飘们又开始出难题 小美本想把豪宅拍成浪漫的婚礼主题 结果被倒霉的摄影师硬生生地拍成了恐怖片 小美灵机一动 那干脆就走鬼屋路线吧 正好外面的记者也可以给自己免费宣传 于是小美请求阿飘们客串一下NPC 其他几个没本事的阿飘和将军一起尴尬地离开 小美安排西装男推杯子 原始人控制灯 烧焦铝散发体香 卫夫使劲在镜头面前晃悠 可阿飘们觉得要是鬼屋火了 满屋子的客人会吵得他们不得安宁 拒绝帮忙 而此时记者们都进来了 鬼屋手袖可不能就这么砸了场子 小黑说我们可以自己假扮阿飘啊 小美良心有些过不去 小美立马变脸大失附身 参观开始 第一个节目是灯光表演 记者们并不买账 至于这应该是壁炉燃烧的味道 小美有些肝脏 赶紧进行下一个节目 杯子一凍数 这把记者们都给捧住了 其实是小黑在用吸铁式控制 然而西装男来砸场子 可桌子下的小黑叫气进来 然后桌子也借此机会出了名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 只要活了就有钱赚 这不就有人主动送上门了 两个阿飘谈恋爱你见过吗 原始人和烧娇女在昨晚派对上 青蛙看绿豆 看对了眼 第二天就开始情意绵绵 招小美给他俩做主 可此时的小美脑瓜子嗡嗡的 昨晚喝断片了 一大早又接到婚庆公司电话 两小时后来参观婚礼场地 小美满脸的痛苦欲生 看着昨晚留宿的朋友们失衡避免 这有点想变成阿飘 没办法 为了钱 只能赶紧淡活 小黑开始叫醒朋友们 昨晚喊卖太激情 导致他嗓子都哑了 此时的小美突然想起 昨晚把贵妇的狗不知道弄哪去了 而这只狗是贵妇生前最爱的宠物 把他制作成标本保留下来 赶紧开始找狗 小黑想起自己昨晚一时兴起 把鞋都扔到了楼顶 而玩嗨来的原始人 却在一旁扔着人头 迷迷糊糊地他上楼寻找 结果 小美这边已经千辛万了 终于找到了标本狗 但已经被朋友们摧残得不成样子 赶紧开始修复 而这时 恢复已再一步步的逼近 众人屏住呼吸 贵妇的表情似乎不太对劲 都以为贵妇马上就要发口子 躲过这一关 小美想起小黑不见了 而此时的小黑尴尬地困在楼顶 嗓子沙哑的他 即使看到朋友也无法呼救 被困在楼顶进退两难 只能自救 于是他对着牌鱼馆打起了主意 乔美正准备除去扔垃圾 没想到客户已经开车进了大路 他赶忙把垃圾塞进柜子 深吸一口气 开门迎接 好不容易等来的客户又泡汤了 可怜的小美赚不到钱就算了 没想到还有了性命之忧 你知道 他们因为看哪部电影真吵了起来 去找小美讨公道 而此时的小美正忙得焦头烂了 再过两个小时客户却要上门参观婚礼场地 婚庆公司对豪宅的每个地方都很满意 将军得知小美要收拾后花园 赶忙先去阻止 将军身前与一名战友 产生了很深的革命友谊 后来战友不幸战死沙场 悲痛欲觉得将军写了一封信 还放置了一颗炸弹 但小美忙得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让小黑先去收拾别的地方 而此时的贵妇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她居然感觉自己爱上了 当然不会如她所愿 仔细看 一个都躺在地上 而她的身子却再说东西 把正在搬物资的小美吓了一跳 明天有客户要来豪宅举办婚礼 提前把所有设备运来 整整辆大卡车 价值数十万英镑 小美不敢大意 这要是被偷了 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于是派生起不大健全的胡子哥去守夜 但今晚小美要去和前男友约会 独有小黑自己和一群看不见的阿条在家里 这可把她愁得不行 上床后还在自言自语地说 今晚肯定睡不着 下一秒 此时小偷开着车上门 胡子哥看见后大声呼喊 阿条们听到声音 赶忙下楼查看 两个子已经开始行动 将军立马安排作战计划 烧焦女和黑妹清点失陷物资 小胖去警告他们 集中的打电话报警 电话接通 接线员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周阿飘一通乱吼 但他们忘记凡人根本听不到阿飘的声音 周阿飘陷入迷茫 此时时突然想起第一集 那个会唱歌的小女孩 更令人发出声音 赶忙把她找来 将军对她一顿叮嘱 可电话接通后 原来小女孩只会唱歌 不会说别的 无奈 他们只好去叫醒小黑 使人使出绝招灯闪闪 小黑无动于衷 反而睡得更香了 西装栏说还是我来吧 然后 小黑还是没有反应 周阿飘决定打破玻璃杯 把她吵醒 被终于醒了 这两个充满智慧的眼镜不知所措 周阿飘决定用摩斯密码跟她交流 他们盯上了椅子上的玩偶 小黑吓得躲进衣柜 陪小美打电话 说你的阿飘们造反了 没想到小美在电话里 也能听见阿飘们说话 从将军口中得知家里进了贼 小美赶紧让小黑报警 自己挂了电话就往家赶 而这时 正当中阿飘一瞅目展时 原神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着急忙慌的穿墙跑走 而小黑静悄悄的下楼 鬼屋里进了两个子里 阿飘们却告诉小黑有20个 吓得小黑赶紧逃跑 走后门看见一个 走前门又看见一个 走投无路的小黑抄击球杆准备硬碰硬 结果 不过还好小偷们没有注意 藏在角落里的小黑望着铠甲陷入了藤丝 而此时的原始人正在丛林防奔 跑到庄园门口时却怎么也出不去 因为阿飘只能生活在古堡范围内 原始人两人正倾注着 没想到下一秒 终于 罪犯神之一法 一场闹剧落下帷幕 可他们突然想起第二天还有婚礼 你见过给阿飘过生日的吗 今天是黑妹200岁生日 小美为她举办盛大生日party 黑妹合众阿飘都高兴坏了 而此时的小黑看着小美欢声笑语 可自己却看不到阿飘 感觉特别失落 看蓬生了一个给自己开阴阳眼的想法 小美是从窗户摔出去才获得的超能力 可小黑看了看还是算了 摔出个好胆 就直接变成阿飘了 无奈 只好从网上寻求帮助 所以演完小美 她又开始按网上的方法来举行宣誓仪式 嘴里还念念有词 所有步骤做完 她感觉身体立马不一样 走出自信的小步伐 打开会议室的门 可没想到 此时的将军和黑妹发现了几些重大秘密